作词 李宗盛 关于你的莫名执着 想有开种子在心里等着结果 也后知后觉 确定每次当 你不在我就失落 就算分开一刻 都觉得舍不得 我大概是疯了 才会认真不说 是非你不可 是早已诚恳 有深刻的在爱着 如果有可能 让我和你从路远 变作我们 一日三才有你 在才算是丰盛 爱不用假设 只要我的心 懂爱你有多认真 以余生为真 从此后我只想要一个我们 梦里现实用你 在才算是完整 我越险越深 才懂想给你 幸福的心多认真 以一辈子为真 听说别的小朋友 都没有参加过爸爸妈妈的婚礼 但学学不一样 因为 因为 医院的祈祷 要比教堂的前程 也只有这时候 我才会勇敢一点 最重要的是 我可以笃定地问出 那句深藏在心底的话 你 愿意和我结婚吗 我再说一遍啊 这次推荐会的活动布置现场 既要给人一种 很哇塞的高端感 又要能够下沉到接地气 这是什么呀 你这连骑马的策划案 你都做不清楚吗 我们连夜又修改了一稿 新潮国风版 您看看 这个标志的位置 它为什么不在正中央的 黄金比例分割线上 放中间多丑啊 现在的位置 才是黄金分割线好吗 你这个不行啊 再改一下啊 王总 王总 其实您有所不知 这个标志的位置这么放 是有它的意义的 哦 怎么讲 好 开灵 萱萱妈妈 再不来萱萱要等哭了 好嘞 好嘞 我马上到了 好嘞 宋总好 宋总好 我是一家广告公司的AE 工作上不是被任性的老板欺 就是被天马行空的客户欺 还是我妈有先见之名 给我取名叫齐斯乐 虽然工作上要被气死了 但我还有一个超可爱的女儿 她能治愈我的一切 小公主 谢谢你 哎呀 对不起啊宝贝 妈妈又来晚了 没关系 萱萱可大方了 不生气 哎呀 宝贝最好嘞 我都晚了最后一天了 还这么不熟识 签个字吧 哦 好 不好意思啊 谢谢 麻烦了 宝贝 为了我们期待已久的今天 妈妈带你去一个 你最喜欢的地方 好不好 好呀 走吧 谁是妈妈的小仙女 我猜 我猜 叫齐斯珊 对 对 宋星辰 你既然不想去幼儿园 从今以后 你就是我的秘书了 来 去打印五份 孙回来 我给你开门啊 小朋友 你要去几楼呀 小朋友 你要去几楼呀 谁家的小孩那么可爱 我考虑这里的秘书 我在工作 招商推介会 对商场转型至关重要 姐夫特意交代我 要我一定要定计 姐夫 谢总 对对对 这标准的摆放位置 这标准的摆放位置 还挺讲究 是这样的啊 我当时呢 也以专业的角度 向他们提出过质疑 但是兰迪广告公司的 AE给出的解释 我认为 对茂林商场很重要 他怎么说 他们经过查阅文献确定 这个标准摆放到 其他任何一个位置 都不考究 王总您习惯把财务 放在左手边 今年对茂林来说 可是非常重要的一年 对您来说也是 可是有升职加薪的机遇啊 所以这个标准的位置 不能随便放 不考究 对 这AE倒是帮了大脑 既然王主管这么有身材之道 我就不耽误您的前程 好的 您是什么意思啊 你坐这个位置还不到三年 可我们呢 我们这些老股东呢 在茂林干了三十年 宋总 你不看僧面还得看佛面吧 这不是 你还能不能理会 没有 你肯定有什么 我肯定是 你肯定是 那你肯定是 你肯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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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肯定是 你肯定是 业务与您毫无关系 还是宋总考虑了周全 公司转型的事啊 自己把握吧 我没问题 太好了 对了 好好麻烦谢叔叔 亲自去支回这两笔定金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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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总考虑了 打印尸找到了吗 很好 你被开除了 宋星辰 爸爸不是说了哭事 解决不了问题的吗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任务 大人的任务是不是很难 小朋友的任务 就是去幼儿园读书 交朋友玩耍 是不是简单多了 快带我去幼儿园吧 就这么说定了 以后不能耍赖不去上学了 不过今天是你的生日 幼儿园就明天去吧 来来吧 好 好了 好看 每年生日 都要带着妈妈给的行车 对 看看 喜欢哪个 这个喜欢吗 你看那边还有很多 你可以慢慢跳啊 妈妈 我喜欢这个 你喜欢这个呀 琴德瑞拉是不是 每天晚上都要听灰姑娘和王子的故事 是吧 妈妈不开心了 没有不开心啊 走吧 我们去买单 来 宝贝 其实妈妈是有一点点小担心 你知道我担心什么吗 我在担心 你看琴德瑞拉她这么漂亮 我们把她带回家之后 小公主会不会只喜欢她 不喜欢妈妈了 不会的 妈妈是谁最喜欢的 就知道你最好了 那我们把琴德瑞拉带回家吧 好 走 把琴德瑞拉带回家 开心吗 开心 给阿姨 你好 你好 请问一下有折扣吗 对不起 全国统一售价 没事 爸爸 我要这个 这个太幼稚了 这个适合你 还行吗 还行 走吧 阿姨 那个胸针是我的 小朋友 你搞错了 这个胸针是阿姨的 是我刚刚掉在这里的 晨晨 怎么了 爸爸阿姨捡到我的胸针了 先生 您孩子好像误会了 误会 要监控吧 什么 让安保介入 我们都节省时间 这是我自己的东西 我凭什么陪你浪费时间啊 今天是我孩子生日 我不想节外生吃 你如果你再纠缠下去了 我就要报警 巧了 今天也是我女儿的生日 我也不想我女儿不开心 你再纠缠的话 也别怪我报警 萱萱 走吧 站住 爸爸 找到了 莫名其妙 陈辰 你在这里等爸爸 爸爸马上回来 帮我看一下孩子 好的 陈辰 帮我查一下事情 爸爸骗 嘴巴里冻出来 在说什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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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辰 帮我查一下事情 爸爸骗 嘴巴里冻出来 你还在说话 很急 我一会儿资料发你邮箱 你之前说的 我五岁生日时候 妈妈就会回来 妈妈她 妈妈她拯救世界的任务很重 刚刚给爸爸打电话了 说她今天要加班 没赶上某班车 那明天会回来吗 也许吧 妈妈会给晨晨过生日吗 再比这个更大的蛋糕 会的 爸爸吃 甜不甜 很甜 妈妈 妈妈出现的时候 一定会像哪大一样一样 嘘嘘 嘘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睁开眼吧 大哥好漂亮呀 许个愿吧 谢谢小白小怪兽 拜拜 小怪兽算什么呀 我们萱萱小公主 一拳就能把她给KO 对 一拳 那萱萱也要多吃小蛋糕 才更有力气的 我来了 等会儿 魔法要完 等等啊 我还要吃 可是蛋糕好吃呀 我们要吃了药才可以吃蛋糕 对吧 嗯 好 我们切蛋糕吧 妈 好开心 粉色的小蛋糕给萱萱吃 嗯 谢谢妈妈 乖 明天就要去新的幼儿园了 萱萱开心吗 我萱萱会想以前的小朋友的 新的幼儿园呢 萱萱会交到很多新的小朋友 而且新的幼儿园有干妈在哦 嗯 那萱萱就开心了 来 来 我们吃蛋糕 干杯 那个女人 为什么会有一个一模一样的熊臣 谁家带小朋友过生日啊 看我给她带什么礼物了 那晨晨是不是因为这生日没过好 闹脾气了 回去睡觉了 是不是又喊着找妈妈了 我说你了 你能不能就算为了晨晨 你去跟人家姑娘见个面 你说我介绍了好几个 哪次不是让你给放了鸽子 少操心对您身体好 您也知道您这病不能动气 我这心脏疼 这就抽抽了 好好好 左边也疼 左右都疼 好好好 不是 你能不能找个姑娘结了婚 别让爷爷跟着你着急上火的了 还不是因为没有合适的吗 没有合适的 长得好 家事好的 你嫌人家个子高 工作好 学历高的 你说人家近视 好不容易有一个继承家业 方方面面都优秀的 你说人家什么 太白了 不健康 你现在连找个借口都不糟心了 说白了 就是没有喜欢的 你说 你喜欢什么样 就怕我提的条件接受不了 早点睡吧 你站住 你说 你敢说我就敢答应 宋总 宋总 辛苦你了 大清早来接我 不跟你说话 宋总 今天这人行头可以啊 见到你郝君叔叔 怎么不打招呼啊 丑叔叔不臣 真是跟你爸一样不坦率啊 找我陪你去幼儿园 是不是因为想我了 Bij主 找你 是因为你闲 我这叫命好 不像你爸看着风光 其实在帮我打工啊 你爸把茂林的股份给你 到时候让你躺平的心安理得 虽然我不是很懂 但是爸爸你相信我 我不会学它 上车了啊 再不走知道了 怎么回事啊 路上没堵车 没想到在下门口堵住了 什么素质啊堵着门 疯了 干吗 这位先生 这里是幼儿园通行路段 请您尽快挪车 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跟你有关系吗 我是这所幼儿园的老师 如果您不怕浪费时间的话 我可以叫交警过来处理 算你喊 居然是幼儿园老师 居然是幼儿园老师 超舒服 就知道看美女 小骨头 干吗 谢谢 走啊 我看你穿呢 怎么样 这是我新买的 我想说萱萱第一天 入园报到 还是得穿得正式一点 亲自活动 大姐 你这穿得像来开会的 我 不过呢 幸亏我心思如范 包里长背小战死 萱萱我带过去 去厕所换了吧 没有这个必要了吧 安静的 好 别废话 那边啊 走吧 小公主 叔叔 现在你进去吧 你爸忙着呢 这次推介会 我们面对的是潮盘 要体现我们 对年轻人的市场的规划 再做一本吧 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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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怎么又是你啊 上次误会你了 不好意思啊 留个联系方式吧 凭什么 凭什么 遇见你就没有什么好事 遇见你就没有什么好事 这边请啊 来吧 乖儿子 江老师 老师好 您好 您是宋星辰家长 郝俊 我不是这小子的爸爸 妈妈 请这边 看看能不能联系上 好 那个抱歉啊 那个还是 这边就行 今天是萱萱第一天跟大家见面 她准备了一些小礼物 想送给大家 跟大家成为好朋友 勇敢地去吧 给你 谢谢 是你 妈妈亲手做的 希望你喜欢 可我是哪儿孩子 这样好看 我叫宋星辰 以后你叫我晨晨 那你叫我萱萱 萱萱 谢谢你 萱萱 叔叔好 小朋友们坐好 我们的活动要开始了 今天请各位家长 以爱与温暖为主题 辅助孩子们画一张画报 爸爸 你可以在上面画一个 金色的太阳 要有统一性 画一个小爱心好不好 喜不喜欢红色 喜欢 好 我们开始图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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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 完了 这个人去画的是什么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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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题不是爱与温暖吗 这张是不是审错题了 国风简约大起 让主题更有深度了 那是不是你看你耳画的 哪有你 你的 真有深度 你的是哪张 是 大家听我说 齐子轩小朋友 和他的妈妈齐斯乐 所创作的这幅画 获得了本次活动的小红花 大家鼓励一下 来了 我给你戴上 来 我给你戴上 难道你不知道 五岁的孩子 最应该培养的 就是对色彩的辨识度吗 平时应该多看你的育儿书 你要是没有的话 我可以借你一本 不用 既然你对育儿这么有经验 不妨我们私底下 找我时间好好聊聊 不必了 你还是把车定损确认好 我赔给你 没关系 既然大家这么有缘分 孩子同一天生日 又在同一个班里 车的事情就算了 这人怎么一会儿一个样 人生生 妈妈 你看小红花 开不开心啊 开心 可以啊 有情况啊 我们下次再努力画一个更好的 再获得一个小红花好不好 好啊 爸爸 轩轩的妈妈真好 我也想要 看看 入园第一天就拿到了小红花 我们家轩轩那当然是最棒的 那是 是 怎么了 我之前就跟你说过了 四乔又人的学费当然很高的 高尚天也得去 我查了 只有四乔才能给患病的孩子单独做配餐 我这儿还有钱呢 赚给你了 不用 上次你借我的还没还呢 咱俩之间就不需要说 别担心 我刚刚拿下了茂林的大单 只要策划修改到他们满意 我就能拿到定金提成 不少钱哪 支付学费小案子啦 再说了 这萱萱的手术还有一年多的时间 我再努力点 肯定不会有问题的 我知道 我们家艾菲最厉害了 不过你不能什么事都以抗啊 有需要随时告诉我 知道了 喂 你好 请问是茂林的企划部吗 是 你找谁 你好 我是蓝迪广告的齐斯乐 之前为贵公司策划过推荐会提案的 已经签过合同了 蓝迪 是 主管被开后 我没人敢推荐 您别打电话了 喂 什么情况啊 该不会是因为 早知道就不坑他了 怎么把肖孟爷给坑进去了 走走走走走 别搁这搅局了你 谁搅局了 推你你都不走 走走走 快 起开起开起开 别搁这搅局了你 走走走走 慢点 你没事吧 没事 谢谢姑娘 我说大家伙啊 我们互相做个证啊 别让他给讹了 谁讹你 阿姨们 你们有话好好说 别冲动呀 我们只能宣传全民发杂的活动 男二十八岁 无婚恋事 育有一子 伦敦商学院研究生毕业 身高一米八四年轻百万有房有车 这条件不错啊 那当然了 你咋要往地下看 要求女 没学历也没背景的 结过婚的 还要有孩子的 这 他条件责好 他找个责案里 他猫的文体那才是拐死 懂什么 你根本就不懂你 是 就你调节这么老 还站在我这下的不信 怎么可能啊 阿姨 这相亲信息 就像产品广告一样 都是允许适度夸大的 不等于造假 各位都是做长辈的 我相信长辈希望孩子 收获幸福的心情都是一样的 爷爷没有错 只是有不得已的苦衷 所以他孙子需要的幸福 跟大家不一样 也不奇怪啊 是啊 你们还没有人家小姑娘想问题 通透呢 这鸭蛋 说得也有道理啊 跟咱子心情啊 一样一样的 这点我赞同 他一不一样 我不晓得 我觉得你也蛮优秀 你们有没有对象啊 我儿子二十九岁 一表人才 我儿子 总经理 儿子是一米九 一米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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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个五岁的孩子 思乐 思乐 这名字好听 谢谢 爷爷您经常来这边下棋吗 经常来啊 刚才你说孩子五岁了 是啊 是个女孩 那你是什么时候接的关 我 我自己带着孩子 自己带孩子 那你要是单身的话 那你不如跟我孙子 不好意思 我接个电话 喂 老板 齐思乐 你赶紧给我回公司 有这个时间 不如跑几个新单 这茂林的订单 我跟了这么久 怎么能说放弃就放弃啊 您再给我一点时间 我一定会处理好的 行行 赶紧的啊 怎么了 工作上遇到困难了 是啊 我想起来 我有个旗友 好像是茂林内部的人 要不然我帮你联系联系 看能不能帮上忙 不用麻烦了爷爷 我这工作上的事 我自己可以处理好 你还不相信我呀 我肯定能帮上你忙 你当一下 明天啊 到这个地方 找一个叫何清的人 这是他电话 你怎么来了 我认识我了 你下次来让何清去接你 别总坐公交了 不用 这么高兴什么事啊 阿玥 明天的周年青 准备得怎么样了 挺好的 明天啊 你早点过去 然后让何清 把晨晨也接过去 把晨晨带过去 把晨晨带过去什么 把晨晨带过去 正好接你去 接你什么呀 就这样 明天 你有别的安排吗 算你说对了 我可按你条件找到了 而且还挺不了的 我不需要解释 你如果再跟我对着干的话 你 你别怪我不慈想了 我告诉你 就这么办了 走了 老董事长 明天去接晨晨啊 好的 宋总 凶阵的事情 已经调查清楚了 怎么样了 的确是制作了两维 设计灵感 源于古希腊神话双子星 寓意是 祝福刚出生的孩子 原来 原来 错过的彩虹 只是装进了 你的瞳孔 原来 记忆中 那些心潮的胸 永远来光余光 是在黑夜中相逢 从这一刻 想轻轻缠着我们 整个世界的美梦 我猜都在你眼中 我猜都在你眼中 永远保留着 永远保留着 永远守护着 永远守护着 我们的 也好 有太多的相逢 来去太匆匆 忘记了 曾经有过的行动 这分钟的 行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